看到五楼战技了吗?你再来看一下二楼和三楼 我可不敢帮他抢,而且我关羽不需要拿吗? 直接拿关羽并且发一手上级的战技 再看四楼说的话,其实我蛮喜欢打双边的 不一定非要四手,发战技并且给他说我走发一路 看来是他不给我自信,被抢打野的三楼拿了太乙 看到南标太乙说的话了吗?没办法,我只能打字安慰他一下 李文哲一看暴君的位置,龙被拿掉了,而猴子也被拿了医学 这个时候再看太乙说的话,活动了,原来是打野被抢 心态有点炸,仔细看干将位置,然后你们仔细看这个二技能 利用他的击队效果,往左正,封掉逃跑位置,然后往前走 再推回来,收下干将之后,再继续推流上 你们只一看大招时间,顶,再顶,然后大招没有了 其实可以收的,但是要给大哥面子 刚打回1-5,然后你看下路,又变成1-6 再来看队友的战技,这61个人的中锋比率 再来看干将位置,然后你仔细看这个二技能 被我二技能挣回去,一技能消耗,然后队友连上 直接把他秒掉,猴子炸了,也去没了 所以下路车,来了红Bug 我是真的忍不住,他在防御塔下浪 所以我大招假装撑一下,让他觉得我很拆 理所当然的,他把所有的技能交到我身上之后 往回推,开急跑之后再推一下 往前走,一技能回P 经济被压制,英雄被克制 最后还是被他换掉了 六分钟,有人发起了投降,还好就只有一个头 不过三杠死了 一个人点投降,那证明还有四个人想赢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你看我,都已经准备回上路了 看见下路小地图 看到司马仪的位置了吗 他大招逃跑,我们直接抱过去 不知道他在哪个位置 队友走右边,我走左边 没在这个草丛,眼睛没亮,亮了 亮了这一下,让我预判错误 司马仪走掉了 你知道吗,一定要随时观察好小地图 看到下路小地图了吗 从左边绕过去,准备绕后的位置 他们提前猴子,我绕后了 二技能跳,一技能往前走,往后推 一技二技能用掉了 然后进入疏风状态之后 顶一下,注意一技能 切掉之后再推扭上 七分钟还是三个十的大逆风 而你看现在 四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一波了 注意司马仪的位置 防止他过来清兵 你看着我的位置 等他过来的时候 技能落地,二技能要空 我本来都觉得这一局要输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打着打着就翻盘了 得宝贝